988新闻线 Dinise是不是辞职了 不要自己吓自己 我们都会轮半 这个位置只有两个 现在剩下的那三个 是不是都辞职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乱来 我们新年要好好过年 不要一直在猜谁辞职 这样子 全民领红包啊 看到他选购大热 然后就是有一些呢 他们系统就是瘫痪的 在3月15号之前 如果你没有领的话 是会作废的哦 安华说 交棒日必须要经过 西蒙的讨论 魏家祥就说 敦马不会下台 教育部下令学校 要统计穿黑鞋的人数 张念群就说 不要太担心 这只是调查 不需要检讨 这边在会议 刚才那个 关于辞不辞职的问题 有人就讲说 那宝宝他们呢 你们一定是没有听 我们的新闻最重点 我们的新闻组 从早上8点 一直报新闻 每半个小时报一次 报到晚上7点啊 我们在这边当办的时候 其他三个人 就是在轮着报新闻的 所以一定要听 我们的这个新闻 当然会让你每个小时 每个整点 就是及时掌握 时事啦 先来说回一下 这个校协的事件 因为教育部长 他的教育部前部长嘛 智里在去年 总结2019年的 成绩单的时候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他是自嘲大家 就是讲说 你们不要只是记得 黑白校协的事件 那就希望说还记得其他的政策 而现在看到2019年 已经成为一个过去式了 马智里他也已经辞职 那2020年一开始 黑白校协依然成为 各界的焦点 为什么呢 事关教育部宣布 要重新调查和研究 穿黑鞋上学的政策 难道要欢 对 这个是一开始传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就吓坏大家了 那教育部学校管理组主任 默哈默加米尔 他昨天就发出指示 给各州的教育局指出 当局认为 有必要重新研究这项政策 他在信谈中 就希望州教育局 要求各校去协助 展开调查的研究工作 有关调查 必须要在1月22号之前完成的 那有一名华小的校长 他接受透视大马的访问时 就指出 这项指令呢 是要求校长收集穿黑鞋和白鞋的学生人数 由老师在班上点算 然后呢 再由校方做收集和承报的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政策的背景啊 就是说到许院的教育部长 就是已经协认的这个马志玲呢 他在上任之后不久 就宣布说 政府学校的学生 从2019年开始 就是去年开始 必须改穿黑衣丝的校鞋去上学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宣布就引起各方人士 两极化的反应 协商他们是认为啊 这一个宣布呢 来得太突然了 就令他们措手不及 因为是2018年年底宣布 那2019年这么的快 就讲说 现在他们今年内 根本是 那个时候2019年之内 是没有办法 应该是说2018年 完全是没有办法 清完存货的 那厂商就认为说 这个新的政策呢 会导致他们损失 超过百万令吉 那有一些家长呢 是反对这个政策 就有的人认为说 这个新的政策是不好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政策是很好的 就直言算是一个 教育史上的突破 那面对各造的反弹呢 原定学生在2019年 改穿黑鞋到学校上课 这里随后又宣布 黑鞋的这个政策 会暂缓到2021年 才会全面落实的 面对各界的质疑 教育部副部长张燕群 他接受新州日报的访问时 他就说 政府只是调查和研究 学生穿黑鞋上课的这个数据 不是要重新检讨这项政策的 他就是说回来 现在这一个新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教育部那边 传出这样的消息 要点算穿黑鞋的人数 就吓坏大家 但是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风吹草动 还是吓到了业者 因为根据新州日报的报道 他们去访问了一名鞋店的业者 这个业者就披露说 之前就因为是 这个整个市场的行情很萧条 再加上白鞋突然间换黑鞋的政策 就造成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 就白鞋卖不出去 所以呢 他就转行去卖手机 那现在你想想想 他就听到说 这个笑鞋是不是黑色 笑鞋的是不是会有悠转的情况 不知道了 一开始传出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他是感到非常无奈的 大家都很怕 对 说到这一个就是白鞋大抛售 之前我们有同事呢 他就有讲说 就是看到这个鞋子 就是白鞋大抛售的时候 他就去纠纵去买这个鞋子 因为便宜了 对 就是因为五块钱都没有到 然后他就是还跑来跟我们讲说 你猜一下我这鞋子多少钱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那是业者他们面对的压力 另一方面的民政党 全国树立主席胡洞强 他就炮轰大马政府和教育部 在黑白笑鞋的政策上 一直悠转 好像印度肩饼这样翻来覆去 那他在脸书直播的时候呢 就有说自己也受不了了 还质问 新马来西亚的教育部 换了新教育部长 难道就要换新的政策吗 那这是他抛出的问题了 不过现在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已经跟大家讲只是一个研究 不是在检讨 所以大家先不要那么担心 但是接下来这个课题呢 依旧是跟教育部有关 依然是一开始 从网上那边传出这样的消息 然后就是被讨论的非常的热 就是网上最近就流传啊 就说到教育部发出通令 禁止穆斯林学生参与丰收节 也就是澎嘎庆典仪式 就大家就开始一直在讨论 就有人觉得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禁令呢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其实教育部后来有证实 说他们确确实实是发布了这个通令 但是就强调 不曾阻止学校庆祝丰收节 那教育部前面呢 就发文告表示 为了培养多元族群 社会的包容理解和尊重 教育部呢 是鼓励学校所有的成员 参与各项文化的交融活动的 那根据报道呢 教育部是在1月13号 发公函给各州的教育局 说丰收节是新都教徒的节日 所以呢就禁止穆斯林参与的 那这一封公卡呢 是由教育部副总监 阿斯曼达利签署 里面还说到啊 这是根据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Jakim那边的建议 这一颗球呢 就抛到了去Jakim的脚下 Jakim今天马上发文告澄清 就说我们只是从穆斯林的角度 去参与 就是参与的角度去提出看法 没有阻止穆斯林 去庆祝印度的丰收节 那他们的文告还强调说 在学校庆祝印度丰收节 是教育部那边的决定 那这颗球又去到了教育部 虽然教育部和Jakim都说 没有阻止 但是呢这项课题 还是惊动到了内阁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哥宾欣和人力资源部长古拉 都说要把这个课题 带入内阁讨论的 其中哥宾欣就表示呢 印度丰收节应该要被视为 是可以拉近彼此关系 和促进团结的节日 况且我国庆祝这个节日 已经很久了 那另外呢 这一个焦点 我们要转一转 来换焦点 就是去到这个 挥之不去的交棒课题 就是首相 又是交棒问题 是从509开始 就一直在笼罩我们 笼罩整个政坛 因为首相多么哈迪 昨天放话说 只有西蒙各党的领袖 才有资格决定他的去留 如果这些领袖 要他马上交棒的话 他可以马上走 那虽然公正党内部 之前就一直有呼声 要蹲马交棒 给公正党主席安华 而且就是说不要拖到去11月 就是希望5月就可以交棒 但是当事人之一的安华呢 就阐明说交棒的时间 应该交给西蒙的内部去讨论 还有解决 或是可以由他 以及敦马哈迪 一起去协商 他就强调说 不会同意一个非常混乱啊 就是不和平的方式 去移交这个首相的权利的 那与此同时呢 行动党双西比利州议员刘天球 他也加入了公正党庶名国会议员的阵容哦 呼吁马哈迪 今年5月就要交棒给公正党主席安华了 刘天球今天在脸书的帖文就说 对于马哈迪昨天表示愿意退位 西蒙的基层表示欢迎 那他说呢 由于国家最近发生的事情 为了国家人民 马哈迪 还有他的家人利益 马哈迪是有必要交棒给安华的 那另外一方面看到除了刘天球之外呢 因为刘天球他有说到 西蒙的基层都表示欢迎 那另外也看到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才 也对敦马的言论表示欢迎 并且认为说 这是西蒙最高理事会召开会议 去讨论交棒课题一个最好的时机 他就有提醒西蒙啊 是时候多把焦点 还有心力去放在搞好经济上面 因为国家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内耗了 那人民更在乎的就是 国家领袖是不是能够搞好经济 让我们这些人民啊 可以试得保穿得暖 而且是钱够用 这个很重要 那至于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呢 他就认为敦马这一次把球 踢到了西蒙四党党魁的脚下 逼安华出招 是非常明智的 他认为呢 安华不敢公然要求他 五月的时候就交棒的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甚至是中央领袖 没有任何人是敢附和刘天球的言论的 那至于诚信党主席 那魏家祥他就相信 他肯定也不敢要求敦马五月下台的 所以结论就是呢 敦马可以名正言顺的说 没有人要求我下台呀 然后就顺理成章的继续当任首相了 好我们今天邀请你一起去讨论的 这个全民话题就是数码红包 今天是开放申请嘛 其实你在哪一个app 拿到这一个就是30令吉的 现在我们啊 什么rockyard啊 今天我们整个公司就是在积极的讨论着 你是用哪一个 到底这个哪一个比较好啊 你要申请哪一个 所以呢我们也想了解 你们选择哪一个app 我们给出了四个选项 如果你是用touch and go的话 就是给点选like 那如果你是grab pay的话 就是love 使用boost的话呢 就点选wow吧 如果你是面对系统叹化呢 申请不到啊 你可以点选set的 OK 就是点选angry的好 四个选项 欢迎去到988的官方Facebook那边去投选 再下一段回来 当然就是要先跟你讲这个全民 今天非常热烈讨论的话题 就是关于到底你是用哪一个这个平台呢 去申请这30令吉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因为新年要到了嘛 又传出说 鞭炮虽然是大家都知道是犯法 但是 不安全 对 如佛那边呢 是有局部性的开放去放鞭炮的 那下一段回来就会告诉你发生什么事 988新闻线 988新闻线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舒婷 今天除了黑白笑了鞋的课题之外呢 还有个非常热门的课题就是 你到底已经领取了政府给的电子红包了吗 今天大家一直都在问啊 那这个人民电子钱包现金也就是 E29Rocket呢 今天早上八点正式开跑了 民众呢就可以通过三家政府指定的 电子钱包工艺商包括Touch & Go Boost GrabPay去申请领取 30令吉的电子红包 那每个平台呢 都有提供他们自己的优惠 其中Touch & Go E Wallet就很霸气的 他追加30令吉送给用户 那当然这是分成六次的五次 五令吉的cashback啦 那不过呢 由于Touch & Go的这个反应太过激烈 导致传出没有办法登入 但是后来呢都OK了 其实不只是Touch & Go 包括GrabPay还有Boost呢 都有这个问题的 OK其实目前呢 不少的民众就已经获得这个验证 然后成功领取 就是30令吉的电子红包 刚刚我看到说 我的妹妹她就是发过来讲说 诶我已经拿到我拿到了 诶这么快哦 身边的同事很多都已经说是拿到了 因为本来是讲说 还有五个工作天 但是今天真的非常的迅速啊 那只要年收入是低于 10万令吉 18岁以上的公民 如果你付货资格 马上就可以申请 当然也是要提醒你 因为她给你三家 你不是讲说 三个都去Claim一下 你就有90令吉是错的 你先拿到那一个 就只有那一个了 所以你先想好 到底哪一个比较常用 那这30令吉呢 是不可以转发给其他用户使用的 拿到红包之后 记得一定要在3月15号之前用掉它 不然就会作废 刚刚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 已经用掉了 我这么快 那拿到红包之后呢 就证明农历新年要到了 有人呢就会放爆竹 来增添这个新年的气氛 那柔佛州呢 现在就批准州内 有限度的公开售卖烟火 并且允许公开燃放 不超过8尺长的鞭炮 柔佛警方呢 会在这个月的20号 公布进一步的详情啦 嗯 看到这麻坡警区主任 曹哈鲁丁他就说到 警方今年批准公开售卖 还有燃放红鞭炮呢 是想要让农历新年的气氛 更浓烈这样子 那政府制定的条规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条规 就是燃放的鞭炮 不可以超过8尺长 那一旦超过这一个长度的话呢 就要先向当地的警方去申请 截至今天为止呢 其实麻坡警方那边 已经批准售卖 还有燃放鞭炮 是多达89种 当然那一些是 比如是比较高危险程度的 那些种类 还是被禁止这样子的 是不可以乱放的 是有被批准才可以放 那这一边呢 若佛州政府准许说 公开燃放小鞭炮 还批准了售卖鞭炮的 这个准证 另外一边乡 警队一哥就讲说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全国警察总长阿杜哈密 他就被记者问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讲说 我没有收到下属的汇报 如果你们记者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就直接去问 相关警区主任 去求证 这样子 那说到农历信念 要燃放鞭炮啊 之前这一位 也是引起整个国家 在风风火火的 这一位人兄 就是土权党的副主席 穆罕默凯鲁 他之前就是因为 学校挂新春的装饰风波 然后就要求学校拿下来 结果就闹到 整个全程风雨 飞飞扬扬的 这个穆罕默凯鲁呢 他就几天前 要求警方解释 农历新年禁止放鞭炮的声明 到底是怎样的 一个具体的情况 凯鲁就说到 他接获公众投诉 担心农历新年的鞭炮 还有烟花盛啊 就很像炸弹这样子 会影响到 其他人生活作息 同时呢 放了这个鞭炮之后 纸屑啊 这样子就会散布在地面 会造成环境污染 所以他就要求 阿都哈密就是警队一格啊 提供这个投诉 燃放鞭炮的具体管道 就包括说 如果看到有人燃放的话 就可以打什么热线 等等这样子 就希望这些扰乱秩序的人 可以被提控这样 那说到到底同不同意 软放鞭炮 到底要不要解禁这个问题 之前呢 就去有人问到了 财政部长林冠英 那他就说 这个问题交给 内政部那边去处理了 嗯没错 那我们现在要换一个焦点呢 那就是有关于 陶田贤斗的 那很多的羽球爱好者呢 都会关心 到底世界一格 陶田贤斗的上情 现在怎么样了 他的主治医生就说呢 陶田他还需要 花六个星期的时间 来恢复的 但是但是 不会影响到 他之后的赛程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那陶田贤斗呢 他在大马大师赛的时候 拿下冠军 第二天 他前往的机场途中 就发生严重的意外嘛 司机是当场死亡的 而他和三名乘客 也就是他的教练 还有治疗师 也是因此而受伤 那日本女贤呢 今天就表示 陶田他回国之后 他会进行一连串的这个 伤病 还有心理的治疗 并且会让他 好好的去休息一段时间 希望他可以在 3月11号的 全英公开赛上付出 我们知道全英公开赛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是奥运赛前的 最后一个积分 1000的赛事 不过呢 他们还是会尊重 陶田本人的意愿 看他有没有 希望能够上场 这个全英赛了 那这个全英赛 是在3月11号嘛 至于马来西亚 宇球公开赛 这个非常大型的赛事 是在3月31号 到4月5号举行 那大马 宇总会长诺萨呢 他今年就陪同 陶田贤斗 他们一行人 去到西伦坡国际机场的时候 就先祝福陶田 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 就希望陶田 可以再次来到马来西亚 参与这一个 大马宇球公开赛 不过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呢 陶田只是微笑回应 是有阴影了吗 不知道他怎么想 所以大家就觉得 有点耐人寻微了 毕竟刚刚在这里 发生这样的事情 至于车祸的调查工作呢 其实诺萨就说到呢 这一个调查工作 已经去到最后阶段 至于更多的细节 就只好交给 有关当局去公布了 那现在呢 要转看 语谈的另外一个消息 不过是好消息哦 香港的杜莎夫人 蜡象馆宣布 我国的语球名将李宗伟 将会以第一位 马来西亚运动员的身份 进驻蜡象馆 恭喜大家都 李宗伟呢 事实上第一位 在世界语连总决赛 实现三连冠的球员啦 是三届奥运银牌得主 同时呢 曾经位居 语球世界排名第一 长达349个星期的 哇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叫他语谈一哥 是真的是语谈一哥 那看到这个香港杜莎夫人 蜡象馆制作团队 非常仔细 很用心的为李宗伟去量身 据说 这量身的过程 当然是量身而已啊 就长达六个小时 就希望说 确保每一个部位 都跟真人是一样的 那对此 李宗伟就有说到 可以被选为 就作为马来西亚的代表 他是非常荣幸 还有自豪的 希望说 这一尊蜡象 可以激利更多马来西亚人 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我国的风采 那说到李宗伟的蜡象 会在2020年 也就是今年 第二季度就会揭幕了 所以大家就 好好期待一下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现在Vote 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就是 数码红包今天开放 申请到底 你在哪一个app拿到了呢 我们今天就是 因为有三个app嘛 就包括了 Touch and Go啊 Grab Pay啊 还有Boost 那至于第四个选项 我们就是想说 如果是你遇到 系统瘫痪 申请不到的话 可以点选Angry 来公布一下成绩 蛮多人是用 Touch and Go 来redeem这个 30令吉的 总共有48%的人 是选择了 Touch and Go 哇 讲近一半哦 对对对 另外点Love的呢 Love是什么 Love是Grab Pay 有12%的 那另外呢 点选Wow 也就是Boost的人呢 有9% 那至于Angry Pay 就是没有办法 登入瘫痪的话呢 是有29%的 还蛮多的 所以最多的人 就是投了Touch and Go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应该是去到了 那一个 就是瘫痪的 我觉得瘫痪问题 应该是早上的情况 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可能就是 刚才有人试过瘫痪 然后就选择先补进去 不过呢 这个其实是有限定人数的 所以尽快先拿到 就先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的留言 是怎样子 David他就说到 为什么选Touch and Go 因为比较有诚意啦 这样子 今天你知道很多同学 也是在一直讲说 他那边给了30 实在top up个30 这样子 JM Chan很好笑 他说他下午就拿到30块了 可是不够用 有好够没有 OK看到 Bestive Sebron 他就说 Boost很快拿到 就是另外再加个 Shake Bonus 那Foo Chan Kai 他也是一样 然后是因为有 Extra 3令吉 那另外呢 还有蛮多人说 现在是Pending Approval的 就是需要五个工作天 所以好好的等 真的 还是蛮多的 OK看到有JC丹的就说 他全够的 10点按 然后一点就收到了 其实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觉得 刚才有出现一度 瘫痪的情况 是因为太多人 太多人涌进去 那系统afford不到 对 那其实这三家 可能他们都有 On and Off You 你是Try Lock In不进去的 不过现在我觉得 现在也好 什么时候都好 我觉得可以去 Try试一试 毕竟已经有很多 成功的例子拿到了 所以也希望说 这应该也是 我今年的第一封红包 我也是 如果是这样算 所以我们就 预先去过年了吧 我是湘君 我是舒婷 我们明天继续聊 好